現在我要做一個示範就是說 這個東西 它理論上大概是低於100度一點點 如果說它是110度會怎麼樣 會狂崑 因為我們學過它是110度的時候 在這麼高的壓力 這麼一大下之下 它其實會狂吠疼 那現在沒有代表它是低於100度 低於100度 好來 那一般我們這樣子做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這個丙級不會考 那這老頭只做班做到 博班做到老實都還在做這個動作 這邊的話 一般而言的話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濾網 一般我會用這個濾網 但是它速度會比較慢 為什麼呢 因為經常會攪拌子丟進去 或有一些重要的東西會丟進去的時候 一般會用濾網 好 第二個 它本身現在其實它濃度比較低的時候 我會把它用到 我比較高點到 那一邊倒的同時其實一邊沖水 因為一邊沖水的時候 它本身就會 它會 那我這樣頂住 這東西 這樣把它倒掉 你看 就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些東西就可以直接回收掉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來講完這段 就可以平時錄影 好